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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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呀找呀找出来 找到幸福的节拍 爱的脚步不要走得太快 学会安静更待 当春天的花再盛开 夏天的风就悄悄吹过来 秋天把思念藏起来 冬天里我会赶走阴霾 慢慢温暖你胸怀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态 让我的世界从此懂了个色彩 爱是太阳一样晒 甜蜜的风不开 思计爱 世纪爱 爱要用心去安排 我要和你好好 计划计好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写下期待 无缘人比的恋爱 怎么还不出来 想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个月才明白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爱 我想和你谈唱无法停止的爱 让我的世界从此懂了别色彩 爱是太阳一样晒 甜蜜的分不开 四季爱 是今爱 爱要用心去安排 我要和你好好 计划计好将来 我会把这一切全都写下期待 无缘人比的恋爱 怎么还不出来 找找爱 原来爱 只有爱上个月才明白 defect 还不关门是吧 我说话不好使啊 谁啊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我就是怕你误会 我跟唐爽的关系 是你一直在误会 咱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咱俩之间 只是同学 没有其他的 宗南 远行的黑社会啊 十年 十年 不不不 二位二位 喝酒喝酒 宗南说对方出院了 愿意当着警察的面调解 让我们去派出所 嫂子那么厉害啊 太多了 两起案件 家爱琪怎么也得五万起啊 都像你这样 咱们律所不得喝西北风啊 宗南 你看 就这一间了 不靠马路 还有个通风的窗户 这儿啊 原来当储藏室来着 你要是想住呢 我就给你收拾收拾 把这灯呢修好喽 月租八百 行 我租 看你这穿着 你说不像住这样的地方的人 我喜欢住地下室 我交半年的房租 行 就你一个人住这儿 你那男朋友 他不过来 算了 江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就是等您回来跟您说一下 一会儿我就搬走了 这些日子给您添麻烦了 怎么会这么突然呢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啊 我也不能总在这儿麻烦您吧 那个嘉梅钥匙 我给您放桌上了 不是 你等一下 你是不是误会我跟夏丰之间的关系了 我们俩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没有误会 我跟他之间也真的什么都没有 姐 我做这些决定 都是因为我自己 跟别人没有关系 以后你自己多保重啊 和你去 夏丰 你在吗 曹岚 夏丰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你要去哪儿啊 我已经找好住的地方了 夏丰 这些年谢谢你 一直帮着我 来北京之后 你总是给我钱 我每一笔 都记在了一个本子上 我刚才算了一下 一共是五万四千二百六十四 只可惜我现在 还还不了你 我写了一张记条给你 我争取一年之内 都还给你 利息也都按照一年的算 如果一年不行 三年 你看行吗 发生什么事了 没发生什么事 我就是想把事情 说得清楚一点 记得在这儿 你都好了 我走了 到底怎么了 你死也让我死了 明白行不行啊 我哪儿说的对不起你啊 你没有做过什么 对不起我的事 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宋楠 你要这么走了 你让唐爽也觉得不好 你冷静冷静 咱俩聊聊行不行 又是唐爽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冷静过 宋楠 该走的还是会走的 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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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这样 宋楠 宋楠 你去这儿站住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 我搬走啊 为什么呀 为什么 你不觉得因为我搬来之后 所有的事情都很糟糕吗 全都是因为我 你想多了没有 想多了 小冯 你不要处处地为我着想 因为你自己想想 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 我不累啊 可我累 行吗 结束吧 什么 什么结束啊 就是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宋楠 你 你现在 你不清醒 你现在不理智 你想明白再说 你 你不要把这结束挂在嘴上好吗 咱们俩十几年的感情 你能说放就放吗 你能吗 别逼我 别逼我 能吗 我能 我不能 我做不到 我不管怎么样 我要 我要在你的身边 你说你现在你就这么走啊 以后遇到事怎么办 和谁商量 谁能做你的依靠 我为什么非要依靠别人 为什么所有的事情我都要跟别人商量呢 夏丰这么多年 每一件事情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帮助我 我想试一试我自己一个人行不行 我不靠任何人 不靠你 我一个人在北京行不行 夏丰 夏丰 当初 我不是因为你而来的北京 对了 党长对你是认真的 我妈在家和我 Deep 没有 我只要你 你还想找不到 人家 想找不到 你还想找不到 我还想找不到 姐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能不现在说吗 我没心情听 不是 我今天还必须跟你说 你别怪老夏了 真的 他就是有眼无珠 他就是跟那个邹楠在一起时间久了 他习惯了 失去理智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你 一南 我现在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 那这样说 当局者迷 对不对 当局者迷 姐 能为你拼刀子的男人有几个呀 对不对 你别那么快地对他失望啊 你再给他一点机会 再给他一点时间 再说了 旁观者清啊 我就是那个旁观者 在我看来 你们俩 是一样的人 你们俩在一起是最合适的 可是我已经过了那个 喜欢一个人不羁带脚的时候了 我还是把我现在的日子过好吧 来 姐 出来的时候帮我把门带进去 回来了 就是个小误会 回头再找他好好解释解释 谢谢你啊 唐双 如果纵纵伤害了你 我带他向你斗签 其实应该我谢谢你 你还帮我解决了店里的麻烦呢 我 我去店里 好 门了 关你啪事 来 张宁南 喂 钱女士您好 我是宗南 喂 您听得清吗 我这可能信号不太好 喂 喂 现在好一点吗 那现在呢 再等我一下下 马上就好啊 喂 现在好了是吧 不好意思啊 钱女士 是这样的 我之前听您说过 那件事情之后啊 我这心里就一直放不下 我之前有一个 在老家的姐姐和您一样 也被一个男的给骗了 后来弄得血本无归 差一点自杀 我一想到您 就想到我姐姐 要不您看这样 您呢 也别把我当成律师 就把我当成您的妹妹 咱们这几天找个时间见一面 我再帮您好好想想办法 可以啊 我明天没问题 几点 好的 您放心 我一定准时到 再见 把这几封快件递出去 然后去法院取一份传票 快去快回 好 宗南 师姐平时 脾气比较急 你多见谅 这份卷宗是下周要开庭的 有时间的话你好好看一下 设想一下如果你是律师 应该如何做辩护 回头我们俩讨论一下 谢谢师姐 谢谢 那去快回啊 好的 喂 潜女士 好的 好 那我马上过来 诶 宗南 去发快递吗 帮我也发一个 你自己发吧 我还有事 潜女士 这是有位小姐找您 啊 找我啊 爸 好 谢谢 给她也来个面部保养吧 不用 不用 我从来没有做过美容 我也不习惯 潜女士让您做 您就做吧 那你们这儿做一次多少钱啊 这个分六百六十六 和八百八十八 还有九百九十九的 三种 这么贵啊 我真不做了 做吧 我请你 给她来个八百八十八的 再给她做个发型 好 请稍等 谢谢 您太客气了 你电话里跟我说什么 我就是想问您 后来菲利普 有没有再跟您联系过 这该死的 看把我的钱都骗得差不多了 那人头狗头 就没再生相 潜女士 我知道您生活富裕 可是再富裕 这种人也不能轻易地饶了她 如果她是个骗子 她肯定不止骗您一个人 所以您要想办法 找到其他的受害者 联合起来 用法律来制裁她 这恐怕不好找 我跟她交往的时候 她就我一个 我要是知道 她同时还交往着别人 那我还能跟她好吗 好 我帮您想了个办法 把她给调出来 什么办法 她不是想要钱吗 您就跟她说 说您有几笔存款 马上就要到期了 想要换成理财产品 但是您拿不定主意 让她来帮您参谋参谋 您看她来不来 好办法 老朋友 行了 别装了 我在美国什么都有 那可不行 咱到那儿就得结婚 再说了慌了慌张 哪能准备这么多东西啊 还有啊 这些可都是名牌 咱得到美国人面前 好好串串去 好 那你先装装 我到外边打个电话 那你快点啊 好好 陈大爷 出来了 你怎么这么喝啊 怎么这么喝啊 妈 您这什么情况 你还认识你这个妈呀 说得什么话 我当然认识我妈了 妈 断粮了 我知道 你不断粮能回来呀 不过妈要告诉你一件事 妈妈要跟菲利浦叔叔去美国结婚了 而且是拉斯维加斯一个小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先想想我都觉得浪漫啊 你看啊 你妈是交过不少男朋友 但是婚礼我可从来没有过 你这次一定要陪妈去啊 真结婚啊 我说你什么话呀 什么叫真结婚呢 话谁的钱 张口闭口就是钱 你俗不俗你 老爷 全是她话 你妈一个字不偷 那还差不多 那个妈我就不去了 我祝福你们 但是你走之前得给我留笔钱 否则我真的会饿死 我说你这个嘴一天到晚说什么呢你 行吧 妈给你留就知道 理财产品 这个差别可大了 你就告诉我你打算投多少 这 这 这么多呀 这个 得好好商量商量 这样 你等着我 好吗 等我过去帮你参谋一下 那你什么时候方便啊 好 好好好 我准时到你家 好吗 那就先这样 你 想你了 拜拜 我 您早来又闹一瓶 好 肥大爷 恭喜啊 肥大爷 什 什么 你 你们不是要结婚吗 我恭喜你了呀 但是啊 您得好好对我妈 您好好对我妈呢 将来我就好好对你 那 那是当然 那 那是当然 我这儿子这么一分钟没见 感觉懂事了 好好 我一直很看好他 很懂事 有品位 那个 妈 那个钱赶紧给我打过去 那你闪着点话啊 闪着点话 来 好 张红 我说了多少遍了啊 这孩子不能这么惯着 不 咱们要走了我总得给他留点生活费吧 这儿子 我说了 你说咱俩就要结婚了 这一男的也是我孩子 既然是我的孩子 我要疼他 更得管他 这事你听我的 你说这一男二十好几的人了 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也不工作 我 干脆你给他来个狠的 给他断了凉 你看他工作不工作 不是不是 那可不行 那万一真找不着工作怎么办 我们不在他身边 然后他又没钱 那绝对不行不行不行 没那么一说 现在这社会只要你肯干活 还能把人饿死吗 要不这样 我给公司打个招呼 只要他去求职 保证给他一个岗位 一份足够他花销的薪水 好吗 真的呀 索性 你把这门锁也换了 让他进不来 你将见到一个自强自立 健康能看的好孩子 听你的 你真好 那个洪 那个车钥匙给我 我出去办点事 对了 洪 走之前 别忘了把车给卖了 上回我找人问了 卖的价钱还不错 我还真没想到 这款车在市场上 还这么走鞘呢 我跟你说什么赖着 这车开两年跟新的一样吧 你要真卖我都不敢舍不得 去去去 我不是说了吗 到了美国 我再给你换辆新的 亲爱的 你真好 快去快回 我去了啊 感觉心脏型怎么样啊 挺好的 比以前好看多了呢 小姐 您办一张我们这儿的卡 不用了 都五点了 周女士 这个发情挺好看的啊 潜女士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还有点急事 我可能要先走了 这样吧 明天下午三点之前 我准时到您家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啊 谢谢您啊 你客气 您好 什么事 我是来取船票的 对不起 我们已经下班了 我就进去一下 取了船票就走 真不行 我们法院有规定 我求求你了 帮帮忙吧 对不起 真不行 干吗呢 下班了 走啊 你先走吧 那 走了啊 走 宗南 你出去一下午了 船票拿回来没了 对不起 师姐 我这边出了点状况 我现在马上回去 回去再给您解释 师傅 您走吗 气喘吁吁的干吗呢 这边了 美女使 还是要浅花的 有时要不得了 她当我想实话 有时要不得了 我让你赶紧 倒一点 我知道 您可以继续 就是 两个行为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进 世姐 传票呢 传票没拿 今天有点事给耽误了 什么事 我父亲病了 他让我帮他联系医院 我就跑了一下我的医院 曹南 特意换了一个新发型 庆祝你父亲生病是吗 我一定要重新认识一下你了 我当你单纯呢 撒谎都不打草稿 对不起 我错了 你去哪儿了 我最近心情不太好 我听说换个发型 可以让心情变得好一点 为什么心情不好呢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太没用了 师姐这么帮我 这么提携我 我还是总做不好 您知道吗 您上次骂完我 我压力特别大 不是因为你爸爸生病了是吧 不是 你太内向了 心里想什么可以说出来 不要总是掖着藏着的 成天吊着一张脸 自己不难受 我看着还难受呢 行吧 明天再去吧 那几封快递你递了吗 也没有 对吗 邹男 你脑子你在想什么 你知不知道那几封快递 是加急的 有一封是给大政的 我们公司 正在跟其他公司 争取业务呢 如果因为你耽误了 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你心情不好 你心情不好可以不用工作 我心情不好 我可以走一段门 对不起 我明天一早上就发行吗 您都跟我说对不起了 我还能怎么样啊 姑奶奶 什么人呢 太欺负人了 师姐 大政的快递 我一早就发出去了 我保证 以后不再会发生 这种事情了 对不起 昨天我也是被你气懵了 这案子的材料你看了吗 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俩可以聊一聊 我粗略地看了看 但是我准备再找时间 好好地研究研究 师姐 我今天有点事 我想请个假 又要请假 粗略地看了看 邹楠 当今社会 跟你非亲非故 还愿意提醒你的人不多了 我希望你能珍惜 我知道师姐一直在帮我 可是我的水平 和我现在的能力 确实有限 你不是能力有限 你根本就没上心 知道 师姐 咱们以后找时间 再好好探讨这件事情吗 我刘律师让我给她 发几个快递 而且我 我今天确实是有事 你赶紧走吧 你的事以后 不用跟我商量了 你自己决定就行了 进来 那师姐我真的走了 走吧 涛律师 最近我接了个名商的案子 名商这一块呢 我又不是特别熟 写了一份代理词 麻烦您帮我看看 小林 坐 你看你啊 来咱们所才两年 进步这么快 给你配个助理吧 我这么年轻 只有刚起步 哪敢要求配助理呀 年轻怎么了 这么优秀 就应该拥有一个助理 我把邹楠 配给你 这不行吧 这 我们俩年龄差不多 她性格又这么要强 我可不敢指使她 你看你 连一个助手都支配不了 将来怎么上法庭啊 你们俩都这么年轻 就相互监督相互帮助吧 反正我现在是没有助理 那主人答应给我配 配谁我用谁 行 让我再考虑一下 那行 我把这个代理磁械放这儿 您帮我把瓦关 我先出去了 宗楠 你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潜女士 您看这都几点了 她不会不来了吧 她不来更好 不来说明她爱她是我 不是我的钱 对了 您把她的电话码给我一个 好的 来了 那我躲到后面去 按照咱们之前商量的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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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 亲爱的 想死我了 想死我了 快快快 这小嘴还是这么会说 想死我了不早点来看我 别提了 生意上出了大问题了 我不是告诉过您 我认识一个做煤炭生意的王老板吗 我在她那儿放了一千多万 谁承想这两年这个煤炭生意啊 赔得厉害 一千多万全赔进去了 这一千多万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问题是 她在外面欠了一帮人的钱 别人把她给告了 结果就把我牵连进去了 最近啊就是忙着打官司 焦头烂 烦死了 有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最后呢不但没有牵连到我 法院呢把她的所有资产全部拍卖了 为我挽回了损失 没问题了 你可真够惊险 亲爱的 做生意嘛 它不就是这样吗 我告诉你啊 不敢涉险的老板 永远成不了大老板 这边赚点 那边赔点 生意它就是这么回事 亲爱的 你说你想买个理财产品 想好了吗 告诉我 我帮你参谋一下 快点 帮我看看 好 哪款好 亲爱的 你打算投多少钱进去 到期的有二百多万 至少投一半个 一 一百多万 好 我帮你好好看看啊 这两年啊 我放在理财产品上的钱 全部赚钱了 因为我在美国 曾经做过理财经理 专门帮别人挣钱的 我帮你好好看看啊 电话 我 我电话啊 行 不好意思 接个电话 谁来的 最近找我做理财产品的人太多了 哪儿工夫理他们呀 不见 确实 来 看咱们啊 你快点 帮我打算看看 干脆 我都交给你 帮我打理得了 诺诺诺诺诺诺 天爱的 我只是帮你参谋一下 这个钱呢 还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菲利普 嗯 我就喜欢你这个使称劲 你在这儿好好看着 嗯 我去屋里 把存折拿出来 对对对 你拿存折去 拿存折去 你看 我说得没错吧 这么多你的电话 我 我 我 你听我说啊 你现在必须要冷静 我们要抓到足够的证据 不能打算 请你试 请你试试 你不 你个屁 你这是干什么呀 还我钱 你还给我钱 什么钱 你帮我下轨 这电话上为什么弄弄女人奥巴 钱呢 你听我钱 都是我的客户 什么客户 你别激动 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打去告诉你 你打 夹我 你给我给我 滚 你还在夹 处复 你打他 处复 滚 钱女士您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您太着急了 您不应该惊动他 我不惊我就不是女人了 邹律师 你还别说 真是你掩毒啊 你说吧 这次我听你的 我饶不了他 还好我刚才把那些电话 都给拍下来了 这样吧 我这两天回去 把那些电话都挨个打一遍 看看其他人是不是和您一样 有同样的遭遇 现在就打 我这两天回去 我还是回去再打吧 现在就打 打 快点 快打 喂您好 是徐女士吗 您好 我是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叫邹楠 我的一位客户被一名叫 菲利普的美籍华人 骗取了大量的钱财 我们从其他渠道得知 您也认识这个人 好 请问她有没有找您要过钱 有 徐女士 您先别着急 您慢慢说 是的 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 喂您好 是张女士吗 她一共找您要过多少钱 再打一个 骗了多少 五十多万 还挺有本事 我的一个客户 被一个名叫菲利普的美籍华人 骗了很多钱 狗东西 这么笨 你怎么骗我三十万 才骗她十几万呢 再打一个 余彤啊 嗯 我听说 你要把邹楠转去给小林做助手啊 我就那么一说 我能那么干吗 我是那种人吗 那天是把我给气坏了 回家我自己冷静了一下 周南这孩子这么要强 我真这么干了 他不得恨我一辈子 那可 我跟他又同出一尸门 回头我怎么见我的导师啊 算了吧 我太了解你了 就是嘴狠 根本下不去狠手嘛 是吧 但是咱律所都已经传遍了 说你 陶玉彤要把邹楠转去给小林做助手 大家都明白 你是成绩给人家难堪啊 全传呗 我就这样 横一条数一块的 我又不是做给别人看你的 气质太硬了 不过听我一句劝啊 等待会儿人家邹楠来了 你跟人解释一下 别事没干 还落下一仇人 行了 知道了 大政那事怎么样了 咱这样子要拉下来 一年都不用忙活了 主任相当重视啊 刚才碰着我 还让我催你来着 放心吧 这你好的合同已经递出去了 就等对方 往这一盖戳 就完事了 据我所知 这方元的报价 比我们还高出二十多万呢 虽说他们家大业大 这二十多万也是钱啊 是 再说你和咱俩 比谁差 怎么可能用别人呢 那个 再打个电话 催一下 我不打 弄得跟没见过钱似的 又任性是吧就 嗯 喂 你好 哪位 高总啊 怎么样 合同收着没有啊 怎么可能 什么 哎 高总 你不能这样啊 咱们都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再说 这合同条款都是经过 您同意之后才你的呀 那怎么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好嘞 好嘞 没事 高总看您说的 对 来日方长 以后还有机会再合作 好好好 好好好再见 高总 怎么了 怎么怎么就以后合作了 走 喂 师姐有事吗 你在哪儿呢 我 我不是来送快递了吗 你九点就出去了 现在十一点多了 你爬上去的 半个小时之内我见不到你 你就不用再回来了 不 你瞧你这脾气怎么了 大正怎么说的 给方圆钱了 两百万 就 就 就没了就 你啊什么呀 你好的合同上邹南出去寄 结果人家做美容了 根本就没给我寄出去 就差这一个晚上 方圆的合同就到了 这助理是真不能用啊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现在还有点急事 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你们回去啊 都把当初 给她汇钱的证据搜集一下 我们改天再联系 周律师啊 你有什么事 比我们的事还着急啊 再不找她 她可就跑了 她往哪儿跑啊 上一次她跟我说过 有个叫张红的女人缠住她 非要和她去美国结婚 她说呀 管她要笔钱就分手 没想到 这王八蛋又一次骗了我 她是不是真要和张红结婚呀 张红 那您知道那个张红住在哪儿吗 好像住在梁仓前街 去第几号我就不知道了 梁仓前街 那我知道了 你们放心吧 我肯定能找着她 帮你们追回损失 师傅 去天苏律师事务所 师傅 师傅 改去梁仓前街吧 梁仓前街 好嘞 喂 师姐 已经四十分钟了 你为什么还没有回来 师姐 我没有办法 按照您规定的时间回去 我有事 邹南 你确定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师姐 我虽然是您的助理 但是我也是一个有绿杖的律师 我也会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忙 我不是您的催本 被您随时随地的呼来喝去 我忙完了 我自己自然会回去的 再见 挂 我电话 他居然挂我电话 你误了我的事 你还这样对我 行 行 消消气啊 咱先把他放一边 想想怎么跟主任交代 他一来一直得问大政这事 行了 头等着啊 别迷糊啊 师傅 请问一下梁苍前接怎么走啊 前面那个路口奔左转就是了 谢谢啊 不客气 好啊 好啊 来 来 不是 好嘞 走走走 陛队伯 不是这样行吗 也不给一南说一声 就给她留三万块钱 你又给她留三万 那我不是不忍心吗 我 红 你看啊 我给她留了工作机会 她有地方住 又有三万块钱 还不够的花吗 行了 赶紧走啊 我真服了 煮熟的鸭子都能飞喽 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融化我的冷熬 抹掉我的冷角 你的初现慢慢把我改造 柔软我的怀抱 消散我的烦恼 你的到来小太阳般闪耀 温和我的暴躁 除去我的粗草 你的初心生活变了面貌 淡泡我的寂寥 灿烂我的微笑 你的到来 多奇妙的美好 想要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和你一一呀呀的对话 想要听你一生的爸爸 陪你一天天长大 想要给你一个快乐的家 和你嘻嘻哈哈的玩耍 想要为你最甜蜜的牵挂 陪你一天天的长大 发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到来 多奇妙的美好 想要给你一个温暖的家 和你一一呀呀的对话 想要听你一生的爸爸 陪你点点长大 想要给你一个快乐的家 和你嘻嘻哈哈的玩耍 想要为你最甜蜜的牵挂 和你一天天的长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